咱们今天讲几个郑州当地流传的都市传说吧 第一个 东大街吊死鬼 郑州的东大街是一条老街 新中国成立以前 郑州只是金汉铁路上的一个小火车站 那时还没有龙海线 整个城市也只有车站前的两条阴暗的街道 东大街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住在东大街南北两边的全市小手艺人 干礼器活的 铁路上的拉三轮车的等等 东大街路南 靠近文庙附近有一家 老两口是黄河发大水从山东逃荒过来的 快五十岁的样子 带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 靠着拉水车卖水为生 女大当家 当时十七八岁已经是年纪比较大了 因为家里穷 一直想找个家进好点的人家 把闺女嫁出去 但没有想到的是 女儿的肚子忽然慢慢大起来了 老两口整天送水 没有在家 不知道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就问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对方能够明媒正确 谈婚论嫁也是父母意愿之中 可女儿就是不说 老两口一开始还能和颜月色 后来就开始打骂 当时这是一种没脸见人 非常严重的丑事 不知左邻右舍 整个东大街都等着看笑话 可那个女儿始终不说一个字 后来有一天晚上 吊死在了文庙东边的一棵槐树上 老两口可能觉得伤心或是丢人 后来就不知下落了 但到底是谁把女儿的肚子弄大的 女孩至死也没有说 也没有人知道 东大街的人都觉得女孩死得冤 当时文庙门前有两棵树 都是槐树 枝繁叶茂 直到现在 郑州人还比较爱吃槐花 女孩死的那年估计也是如此 她死的时候是冬天 转眼春暖花开 槐花盛开 以鼓鼓甜香吸引了很多小孩的来摘 大家都忽略了女孩吊死的事 因为树高 小孩把低杵摘完以后 就叫大人帮忙 有一个采访 姓张 二十多岁 小孩摘的时候 她站在树下的看 没想到有棵树枝忽然被小孩拉断 一下子戳到她的眼里 把眼珠挑了出来 雪乎乎地弹到了天上 大人小孩全下傻了 张才逢过没几天就死了 夏天雷雨多作怪 又遇上带鬼子的槐树 东大街当时还是土路 一下雨就坑坑洼洼的 泥泞难行 有一天晚上 下着大雨 有一个拉三轮的 也是二十多岁 从文庙东边出来 当时树下站了一群躲鱼的人 里面有人认识拉三轮的 心想着 这么大的雨 她还不过来躲鱼 就叫了一声 谁知话音还没落下 只见槐树顶上突然劈下了一道闪电 把拉三轮的从头到脚 瞬间劈成一截黑毯 槐树下的人虽然个个胆战心惊 但全都没事 接连出了凉起意外 大家就觉得 这槐树邪门了 后来想到吊死在树上的女孩 就有人提议把这两棵槐树除掉 建议归建议 这是要文庙的人说了算 但大家都躲着槐树走 不过文庙一直没说要除树 雷批人之后 秋天很平静 到了冬天 有一天刮大风 当时郑州还没有黄河防护林 以刮大风 飞沙走时 一粒运兵车在火车站停靠 有一队士兵下来转车 当天晚上走不了 军官让士兵自由活动一会儿 在市里吃完饭再集合 有两个新兵转悠到东大街上 那天风大 街边的小滩全收了 东大街上冷冷清清的 这两个新兵心想 这么冷的天 连个避风的地方也没有 一眼看到那两棵槐树了 他俩就站在槐树下避风 站了一会 心想 不如砍点枯树枝 生个火烤一烤 暖和暖和 就把刺刀拿出来了 树高 他们拿枪上的刺刀去砍 没想到有个新兵的刺刀没上好 他一使劲刺刀飞到天上 直直地落下来 正好扎进了自己头顶 当时就头破血流 死了 听说死的那个士兵也姓张 发生这件事以后 东大街的人啥也不说 直接把那两棵槐树除掉了 但那两棵树原来的位置 种什么也活不了 接下来讲第二个 河南博物院雷批事件 作为一个文物大省 河南省收集住存展览这些文物的地方 就是河南博物院 我们说的文物只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传世 就是祖祖辈辈世代相传 这种文物一般都在主人家里保存着 不会献出来给你 另一种就是考古挖掘 这是文物的主要来源 所以存放文物的地方气场一定要足够强大 绝对要压得住 博物院的人整天和死人鬼物打交道 当然比我们寻常百姓更明白这一点 那现在的博物院靠什么镇住镇脚呢 靠它的外星金字塔 金字塔是一种非常神秘的建筑 但它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国王的陵墓 用国王陵墓的外星存放文物 再何时没有了 但博物院的金字塔是上下两个 一大一小 一正一反结合在一起 下方大金字塔的塔尖做了改洞 用一个小金字塔倒扣过来 夹在上面 它的作用是汲取宇宙的能量 同时把下面的大金字塔 向宇宙发散的能量凝聚起来 这样在金字塔中工作的生人 就不会受到影响 强调一下 博物院还有很多地方采用金字塔外星 也颇有深意 从天空俯视 博物院还有八个大的林状凸起 这些凸起虽然也是金字塔形状 但其实它的外星是要做成龙林 博物院房间开窗的时候 是从下向上推 推开以后 从外面看 也是形成一个个小龙林 因为文物全部来自古代 龙是天子的象征 九五至尊就是真龙天子 只有天子才能威复天下 博物院大门左右两边 各有一个圆球 就是龙木 博物院的门却是狮行口 为什么不是虎行口呢 因为门上沿是三角形 向上挑高很多 挑高的部分其实就是狮子鼻 而虎行的鼻子很低 而且狮子一直有辟邪的说法 而且开了狮行门 一是门前不用安放狮狮 二是参观的人众 会源源不断地扬入狮口 有一年夏天 从下午三点整开始 天空忽然变得阴沉沉的 正常的天音是天空开始黑暗 但那天下午 整个天空红彤彤的 像地心的岩浆在燃烧 闷雷一声接一声的响 仿佛地层深处传来的战鼓声 晚上六点开始 天空忽然下了一阵冰雹 有花生大小 下的有十多分钟就停了 但天色还没有变 晚上七点钟开始 刺眼的闪电突然像洪水一样爆发了 一个紧追一个 全都披向博物院上方的小金字塔 刺的人心惊肉跳 风雨交加 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整 一声巨大的炸雷 像核爆炸一样 感觉整个地球都震动了 随即 雨柱云些 天空放晴 过离会 月亮也出来了 第二天 发现了两件事 博物院上方小金字塔 被雷劈掉一块 现在从图上还可以看出 后来修补的痕迹 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 有一把玉柄铁剑 剑身不知什么原因损毁了 但玉柄还好好的 关于玉柄铁剑 玉柄和铁制剑身 本来全都是完整的 而且作为是镇馆之宝 它的保存措施非常严密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接近 更别提破坏和盗取了 但雷劈之后 它的铁剑身只剩短短一截 像被高温熔炼成一个铁疙瘩了 现在残存的部分 从大小长短 体积来看 根本不会是全部剑身 但是断掉的那部分剑身 去哪了呢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找到 民间认为 是有妖邪要取用宝物 神妖大战 天雷劈掉了房角 铁剑可能就是 妖邪要取的宝物 也可能是剑仙仰仗它 打败了妖邪 接着讲第三个 二七广场的路灯 解放以前 郑州路灯很少 都是一个大灯泡 光纤暗淡 照不了几米 不过二七广场的路灯 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上面挂过人头 下面死过老头 以前捉到小偷 要游街示众 冬天的一天傍晚 太阳已经落山 四个五花大绑的小偷 脖子上挂着大木牌 被人拿着枪 压着游了一天街 走到长春桥 现在的二七广场 小偷看着很可怜 一天不能吃不能喝 一边游街还要一边挨打 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 拿着一个白面馒头 远远跟着他们 却不敢靠得太近 这时候 有一个南方蛮子 大约六十多岁 穿着极其破烂 可能是路过的 拦住男孩 要他的馒头 男孩哭着说 俺爹游街游了一天 啥也没吃 自己拿身上所有的钱 买了一个白馒头 他自己一天没吃东西 也没舍得吃一口 哪能给老头啊 老头说 你也就不了你爹 天这么冷 我一个老头活不了几天 你还不如把馒头给我 救我一命算了 小男孩一看 鸭街的人没注意 不顾和老头说话 赶紧追上去 拿着馒头 就往其中一个人的嘴里塞 边塞边说 爹 你吃一口吧 那人刚咬了一口 鸭街的人一枪拖 把男孩打倒 馒头也滚落一旁 那个老头走过来 扶起小孩 对鸭街的人 用蛮子话说了几句 谁也听不懂 大义可能是他爹头东西 不能打小孩 小偷在当时是最招人恨的 鸭街的人听不懂他的话 但是明白他的意思 一看是个乞丐 二话不说 给了老头一枪拖 把他打倒在地 这个时候 路灯亮了 老头站起来 走到一根路灯杆下面 怒视着打他的人 小男孩捡起地上的馒头 吹吹上面的土 拿到老头面前 说 俺爹也吃不成了 你一个老头这么可怜 你吃了吧 俺爹没偷东西 让人冤枉 都够可怜了 你白挨一顿打 比俺还可怜 老头拿过馒头 他吃一口 他头顶的路灯闪一下 吃了八口 他头顶的路灯闪了八次 另一个压接的人一看 拉开枪栓 对着老头 砰的一枪 当场把老头打死了 老头临死前 左手从衣服里 拿出一个干辣椒 右手把辣椒捏破 往地上一个一个地 放辣椒子 一次放一个 放到第六个 人咽气了 没人知道他是哪的 就把他的尸体 埋到老坟岗了 后来 当时压接的两个人 都到银行的金库 干起了保卫 就在老头死的 二七广场旁边的 大金库 白天休息 晚上值班 老头死的第六年 打死老头的保卫 晚上和平常一样 去上班 路过老头死的 那根电线杆 路灯啪的响了一声 灯泡炸了 他突然觉得 胃里辣得难受 一个劲的打嗝 眼泪直流 感觉像有人 不停地往他 嘴里塞辣椒 他闭紧嘴 咬紧牙 可感觉像有一双 巨大的手撕开 他的嘴 用一个大棒锤 向他的肚子里 使进出辣椒 胃里像火烧一样 疼得满地打滚 满嘴吐血 牙齿竟然也带着血 一个接一个地吐了出来 血吐完了 人死的时候捂着肚子 捂着梅牙的脸 全成一团 当晚 另一个打过老头的保卫 并不知道同伴死的事情 还和平常一样 晚上值班 金库一直很安全 从未出过任何事情 值班也就是睡睡觉 当晚 他想睡睡不着 没有吃任何辣的东西 但胃里就是觉得辣得难受 辣得眼睛充血 不停地喝水 一闭眼睛 就看到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头 站在一片坟地里 向他招手 看场景 怎么像是老坟岗 折腾了半夜 他实在受不了了 想站起来 突然头一晕 像是安里枪托 一头栽在地上 头烂了一个大洞 人事不幸 当晚 金库莫名其妙丢了九根金条 因为他解释不清 自己头上的洞怎么来的 别的值班人员都放了 他作为最大的怀疑对象 被关押了很长时间 吃了一些苦 但命保住了 金库失道的案子 好像至今未破 我现在从二七广场经过 从来不敢看那里的路灯 接着讲第四个 二七广场的花鞋 新中国成立以前 郑州的八大胡同 是在现今的二七广场 华联商煞往西这一带 解放以后 这里建成了郑州市新华书店 郑州人都叫解放路书店 八大胡同里有妈妈 有姑娘 有茶壶 有丫头 当然还有客人 据说花鞋生前是个工人 使唤的下人丫头 因为她活着的时候 受了太多的罪 吃了太多的苦 所有的人都欺负她 所以她变成鬼以后 有人以为她会仇恨所有的人 但她太善良了 从未伤害过任何人 但她是二七广场 闹时间最长的鬼 据说现在还在这一带 花鞋变成鬼的时候 只有十四五岁 花鞋不是她的名字 使她变成鬼以后 大家这么叫的 她生前的名字 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不知道花鞋是从哪来的 口音是南方人 甚至她的年纪 也是别人猜的 她不知道是哪年哪月 被卖到这里的 个子很矮 皮肤粗黑 瘦小干枯 头上长过窗 头发快掉完了 妈妈不给她一分钱工钱 让她吃饭她才能吃饭 而且她永远只能吃剩饭 永远不会吃饱饭 八大胡同的姑娘 天生就是受人欺负的 受惯欺负的人 更会欺负人 哪个姑娘 都可以把气撒到她身上 抬手打 张口骂 她就是粪坑里的 一块烂石头 客人不顺心 一脚把她剁翻 都是抬举她 她又小 又瘦又难看 根本不可能成为姑娘 茶壶使唤她 都想对待一条狗 别的丫头 大多是本地的 别人还有希望回家 一个连家在哪都不知道的人 只能一辈子待在八大胡同了 所以所有人都有理由欺负她 当时郑州人一天 是吃一早一晚两顿饭 有挑担卖烧饼 典型一类的穿街走向 中间饿的话可以去买 某年冬天 据说花鞋前一天 才被妈妈打过 遍体是伤 血沾在衣服起了家 蹚得起不了床 她伺候的姑娘饿了 让花鞋去买个烧饼 天寒地冻 那天偏偏外面卖烧饼的不知在哪 花鞋走了好远才买到 她担心回去烧饼凉了 就把烧饼放在胸前衣服里暖着 妈妈不给她衣服穿 花鞋穿的衣服很少 所以烧饼直接贴在胸前 沾上了一点血 把烧饼交给姑娘 姑娘吃了几口 发现烧饼上沾了血丝 忽然一阵恶心 吃下去的东西全吐了出来 姑娘没有想到是花鞋的血 骂了几句花鞋买个烧饼买不好 把吃了几口的烧饼丢在呕吐屋上 蒙头睡去了 花鞋太饿了 把姑娘吐出来的东西偷偷捡起来吃了一口 太好吃了 是她从来没有吃过的美味 花鞋一口气把姑娘吐得全吃了下去 剩的烧饼她没敢动 但想着姑娘不会再吃 就偷偷揣在怀里 过了一会儿 妈妈让花鞋去伺候别的姑娘 花鞋怀中的烧饼不小心掉了出来 花鞋拿来的烧饼钱 当然是一顿暴打 打完之后 妈妈说 你还想吃烧饼 喂狗都不会让你吃 说着把烧饼就喂了狗 花鞋忍住伤痛 对妈妈说 我死都比活着舒服 妈妈骂她 那你去死吧 你死了 喂狗 狗都不吃 花鞋说 我死了 肯定会变成鬼 花鞋走不成路 爬出去 用剪刀自尽了 死的时候是扎的肚子 扎了很多下才死 临死也受了无边无尽的苦 据说花鞋死后 并没有找妈妈报仇 后来那个妈妈又虐待死了两个丫头 当时的警察要抓 她害怕 先自杀了 二期广场改造之前 这一带全是服装店 但都是小街备巷 走在里面阴森可步 据说有上年级的知情人 还经常看到她的影子 但花鞋太可怜了 做鬼也没有害过人 所以传说法师从这里抓走了很多鬼魂 但没有一个法师忍心收她 现在 很多年轻女孩喜欢在二期广场这一带逛街 吃东西 喝饮料 买饰品 据说花鞋变成鬼的时候 和她们一样的年纪 一样的爱好 一样的对生活充满期望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有时候会觉得被人撞了一下 但仔细看看又找不到人 有时候会觉得正在喝的饮料 好像忽然自己咕咕噜噜噜的响几声 再一看 少了一些 有时候手里拿着吃的 那只手会忽然像被人拉住 不能动的 好像有人要咬吃的东西 有时候正在挑的衣服 会自己动几下 好像一只无形的手 也在和你一起挑衣服 买饰品的时候 会听到一个南方的口音 在你耳边说好不好看 左右找找却没有人 有时候会有一阵莫名其妙的心慌 甚至紧张到起鸡皮疙瘩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是花鞋还在这一带晃悠 第五个 紫荆山弯路 黄河水利委员会 自从迁到郑州以后 就在现在这个位置 从来没有动过 从最早的家属区二宿舍 到上班的办公区 要经过一段弯路 说来奇怪 郑州天天道路改造 天天挖沟 但这段弯路 从1955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路两边是两层楼高的高墙 墙的一边是紫荆山公园 公园数多 本来就阴森森的 另一边是黄委辉的一座办公楼 楼很旧 还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式红砖楼 但比较高 平时把弯路上的阳光全挡完了 人走在弯路里 像进了迷宫 莫名其妙地会心情烦躁 都想赶快走出去 有一年夏天下大暴雨 郑州全是积水 弯路西边属于紫荆山公园的墙岛了 当时是晚上八点多 正巧砸死了一个从北往南路过的女子 有三十多岁 可能是急着赶回家看孩子 据说死的时候穿着红衣服 嘴里一直念叨着小孩小孩什么的 这件事过后 第二年夏天又下大暴雨 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是晚上十点多 不知道怎么站 撞到弯路西边紫荆山公园的墙上 当时就车毁人亡 走这条弯路的人本来也不多 所以当时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 就当一般的交通事故处理了 这是七月的事 紧接着八月 又出了一起一模一样的事 也是出租车司机 大家都想 这一段是弯路 可能驾驶员开太快 刹车失灵 可检查刹车 发现刹车没有任何问题 到了十月 本来这个季节 郑州不会下大暴雨了 可偏偏有一天下得很大 当天晚上 还是在这段弯路 同样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撞到了同样的墙上 不过这个司机没死 昏迷了三天两夜 那个司机醒过来了 一醒过来 他第一句话就是 那个人撞死没有 大家都很奇怪 说 现场只有你一个人啊 司机就讲了当时的经过 当时是晚上八点多 他看着雨比较大 怕一会路上积水 就想着收车回家算了 本来他是准备走紫荆山路的 他像喝了酒一样 晕晕乎乎的 不知道怎么提前左转 拐到这条弯路上来了 他还以为不会有生意了 结果拐到弯路上要左转的时候 忽然看到路右边站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女的 三十多岁 看着很着急 一个劲得冲得招手 好像还在说着过来过来 他本来想刹车的 可脚好像不听使欢 竟然踩到油门上 猛地撞了过去 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接二连三发生交通事故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尤其是黄委会的人 不只是咱老百姓迷信 可能是人都迷信 当时黄委会的领导 就把黄委会院子里的大叔砍了 这样一来 那条弯路就没有那么阴森森的了 你 我来 我来 感谢观看